看看新闻网 如果要说娱乐圈最神秘的明星是谁呢 王志文肯定算得上是一个 除了少量的电视剧宣传和探班 你几乎很难看到他的身影 王志文不拍广告 不参加商业活动 家庭生活更是鲜少曝光 媒体说他难采访 同行说跟他搭档紧张 真实的王志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也很好奇 王志文说到这个名字 大家会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说他熟悉是因为 作为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实力派引人 王志文扮演的各种角色深入人心 你爱我 你了解我吗 当然了解 你了解我什么呀 我都不了解我 你了解我 我认为费总说的是对的 我们的工作必须要在 现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当中进行 今天就这样吧 说他陌生 是因为入行多年的王志文 特立独行的做派 让看似离明星最近的鱼记也束手无策 要知道在鱼记们最怕采访谁的名单上 一定有王志文的名字 早在2000年 著名的口香汤事件就成为了王志文难对付的最典型案例 当时王志文在大连客串电视剧谁说我不在乎 有一位记者递上名片希望采访 王志文表示要等拍完戏再说 好不容易等到戏结束 该记者突然发现刚才递给王志文的名片 竟然已经被他用来包裹 搅过的口香糖了 此时经过媒体披露之后 王志文耍大牌的名靠不禁而走 2005年11月 王志文在四川拍摄电视剧《龙虎人生》 当时有一位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未经剧组的同意 私自对场景进行拍照 遭到王志文和其他两名演员的殴打 同行的另外一位女记者也未能幸免 她所佩戴的眼镜甚至被打烂 事后王志文并没有就打人事件做出回应 此事与双方私下和解收场 即便媒体约到了王志文的采访 也常因为他讨厌被娱乐化 导致采访现场充满尴尬 那我想问一下 你演了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之后 你太太看了 会不会对你以后说话不放心呢 我已经能见到她可以问她 可以谈一下您太太吗 不可以 我不会不喜欢跟媒体打交道 我只是不喜欢一些泛泛的话题 有一些挺不着编辑的话题 或者说叫太过娱乐的话题 在演艺圈的一些同行搭档眼中 王志文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他对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 常常直接发出跑轰 2003年由他主演的电影 芬妮的微笑在上海首映 王志文在大庭广众之下直言不讳地表示 自己对这部片子相当不满意 我不满意 我个人不满意 我说不可以 然后他们说可以 那你说谁说了算 肯定是他说了算 不是我说了算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再拍一点 在拍摄电视剧《青磁石》时 为了顺利完成与后辈的感情戏 王志文每天来到片场之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找两位女主角 微笑卖萌 以缓解对方的拍摄压力 可即便如此 两位晚辈看到王志文依然很紧张 媒体和演员圈同行眼中的王志文 似乎没有那么好接触 但他戏好在娱乐圈是公认的 近两年此前一直低产的王志文 戏接得多了 由他主演的电影电视剧《接连》上映 观众意外发现 一向给人感觉高冷的王志文 演的角色越来越接地气了 就连接受媒体采访 王志文也罕见地说起了俏皮话 48岁的王志文在过去几年里 似乎在悄悄发生变化 有人说他是全中国片酬最高的男演员 有人说他是低产 却能够保证质量的男演员 说到底你滔滔不绝的 都是王志文的角色 很少有人能够说出生活当中的 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入行多年 王志文也曾和几位女演员 传出过绯闻 江山 许晴 田海荣 但是王志文从未承认过任何女友 直到2008年 王志文突然宣布婚讯 并于当年的4月1号 在上海举办了婚礼 婚宴当天 全国50家媒体到场 无奈王志文一贯对媒体敬而远之 让全体记者们 只能在场外忘门心态 为了给苦苦等候的媒体 稍许交代 在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王志文的好友出来 给记者拍发戏堂 这位搞定了王志文的上海姑娘 名叫陈坚红 也曾经在娱乐圈发展过 大学毕业之后 身高1米73的陈坚红 进入了模特界 成名于上海时装公司模特队 与马燕丽等上海名模师出同门 也曾经获得过不少模特大赛的奖项 此后他很快成为上海电视迎评上的常客 参加过多档的综艺节目 就是那么长长的长发 对 因为我一直是这样 留到现在 从小留到现在 大家都觉得这样比较适合我 这样比较简单一点 陈坚红在影视圈也有所涉猎 他所出演的电影当中 最著名的当属中韩和拍的《飞天舞》 还和韩国影星《惊喜善》演过情敌 我演古装戏就演了《飞天舞》 是我第一部古装戏 你觉得演古装戏你的造型怎么样 满意吗 对 我很满意我的古装戏 陈建宏和王志文一样低调 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位昔日的名模改行 成为了一位成功的女商人 不仅是某著名汽车品牌的代理商 还从事房地产和酒店生意 我是应我太太的邀请来的 其实太太牵线的对吗 她的朋友 好像还是就是说 很少有机会看到你们两个人 同时出席这样的 没有 我们俩每天都在一起 结婚生子42岁的王志文 就这样在2008年前后 完成了两件人生大事 幸福的家庭生活 似乎让王志文变柔变暖了 不幸 您瞧谈到宝贝儿子的时候 她的样子 我真的是偏给我这样一个礼 也感谢孩子的母亲 给我这样一个礼 孩子是我一个特别大的礼 简而言之就是 她让我更信实 更快乐 更责任 她不是小孩 她是精灵 聊起儿子少言的王志文 就像变了个人 滔滔不觉得她满脸洋溢着幸福 如今结婚六年 儿子六岁 王志文也越发享受 做父亲这个身份 然后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跟我特别喜欢的朋友在一起 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这些几乎占尽了我所有的时间 您是一个很辛苦的人 谢谢 行了 再见 编辑报道 看了刚才王志文的片子 我有一处印象深刻 就是记者问她 可以问一下您的太太吗 她爽快地回答了三个字 不可以 这大概就是王志文 接受采访时的雷点了 问不得也问不到 怎么了 好